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人忧心忡忡担心我们的工作被东南亚抢去了 东南亚抢去了 而且一说东南亚 说的最多的就是越南 越南呀 越南这事还真是个事 我刚看卢克文的一篇文章讲去越南建厂 越南建厂有一部分的是低端的产业 比方说低端的制衣业啊 制鞋业啊 是吧 到越南那边人家那文盲啊 不是要不是文盲 小学毕业就可以上手 马上就开始干了啊 越南底层的老百姓的就业问题解决了 而我们这边失掉了这些产业 还有一类呢 组装 比方说 现在我们的苹果手机啊 苹果手机当中的耳机 80%的部件呢 那就在越南组装 那80%是 我说错了 是80%的零配件呢 从海外进口而后呢 越南人 越南那些素质不高的流水先生的工人 完成他的组装 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的的确确 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的一些就业市场 那 分流了一部分中国的就业 这确实是个问题 那利润从哪来这么低端啊 那越南的这个跨个资本 就从人工和税收里面扣利润吧 但这个问题又没那么严重 我看了一组数字 看了一组数字 2020年以前啊 越南的GDP 2020年之前 就19年吧 越南的GDP呢 是6000多万亿越南顿 就是相当于呢 2000多亿美元 2000多亿美元那时候增长 它是百分之二点几的增长 如果打个比方来说 越南的这个GDP啊 比我们中国的 离越南最近的广西省还要弱一些 排在广西之后 当然在内蒙之前 说越南的这个经济的总体规模 在中国各个省之间做比较的话 它是大约20名左右的样子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就业市场被越南分流 是不是事实 是是是 多大个事 这事看来没那么大 连苹果呢在越南也就是一条完整的耳机供应链 别的没有 还有一些能迁走的 都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 就苹果手机本机的这个产业链 因为它对供应链的要求非常之高 所以能不能到越南 我看卢克文说不好说 根据黄祈帆同志 关于中国的这种最完美的产业链的分析 要全部移走 也还是很困难的 特朗普现在已经是前总统了 蓬佩奥已经是前国务卿了 蓬佩奥和特朗普在任的时候 就天天制造谣言 中国的 中国抢了美国人的市场 美国的失业是中国造成的 天天这么喊 很多人都误以为这是个多大的事 我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就讲美国人的失业 我的基本道理是 美国人的失业不是中国人造成的 不是中国人抢去了市场 而是被另外一类人抢去了 到底谁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呢 被什么人抢去了 被机器人抢去了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淘汰掉所有的人类工人 这话说的有点重啊 2036年之前淘汰掉所有的工人和这个人工类工人 这话是美国斯坦福利研究员 这个人很牛 叫沃德瓦 沃德瓦 他呢是世界级的人工智能专家 叫威 威克 沃德瓦 他的观点 我觉得2036年 说到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到了 那个时候 按照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规模 到2036年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总量恐怕早就超过了美国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犯错误 或者是有意外的什么事情发生 有戏剧性的结果的话 那中国呢 经济在世界上应该是独步天下的那个时候 但是按照他的说法 这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取代掉全部的工作 这也麻烦大了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经济论坛 发表的报告 是不是也这么说的 他大概认为 提高自动化程度和劳动力队伍当中 引入人工智能 未来五年 2025年 15个主要经济体 失去700多万个工作岗位 700多万个工作岗位 这个数字在欧洲 在北美 这是个非常大的数字 在中国市场上 这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因为我们一年 也就解决几百万的工人的就业问题 那但是同时呢 创造200多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失去700多万个 创造200多万个 更可怕的是 按照这位美国人工智能专家的估计 到2036年的时候 那工人的这个活全部都由机器人干了 人工智能干了 这是我们不能不 考虑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这个之下 我们才能考虑到自己 也许您会感到奇怪 说现在不是闹正闹运工慌吗 人力不够的国家 都要开放二胎了 是吗 社会协交告诉你 开放二胎 主要是为了解决人口的 这个结构问题 人力短缺是发展中的 暂时的现象 由人力短缺所催发的人工智能 很快就会改变局面 哇 原来如此 产业工人很快成为过去市 这对于我们没什么特殊技能 对未来社会 我们心里面不是很有底的 这些劳动者而言 这句话应该像重锤一样 敲着我们脑壳 在心里面产生联想 我们大家都知道富士康 富士康产业化程度很高 一百多万台机器人 而且郭泰明说还有在家 还有在家 替代大陆雇佣的一百万工人 现在他刚是把刘水仙都撤走了 机器成本 机器成本低廉 对吧 好管理 二十四小时 有人说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话 说不会自杀 这是个全球化的趋势 什么样的人可能被机器人所取代 我看了看 看了看这些业内人士的分析 首先是客服人员 电商平台已经实现 机器人与用户沟通了 现在打电话 喂喂喂 跟你们说话的人 你听着男的女的 我告诉你 男的女的都不是 那是机器的 未来高级人工智能 可能会抹去更多的客服岗位 告诉你 转人工服务越来越难了 因为人工服务没有了 全部都是机器人 而且他能够应对你所提出的几乎所有的情况 还有一列职业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 那就是文秘 说你什么专业的 说我什么什么管理专业的 文秘专业的 以后没有了 没用了 二这个行政文秘文书这个岗位光在英国就减少几十万个 38.7万个自动采集自动分析数据迅速判断决策精准向客服务投放信息 这这这这活不用不用你什么文秘专业毕业你不用干了 24小时站岗 有人不要加班费 而且还不喝不喝咖啡 还不吐槽 不用要求你涨工资 如果你是老板 老板你用不用这样的人呢 用 好 他的名字叫机器人 还有一类人呢 也是要被机器人取代了 金融分析师 信贷员 个人理财顾问 现在据说这一幕在美国已经上演了 一个APP搞定一切 前不久我去参加一个这个APP 就网上智能的一个大会 多数的东西我都看不懂 但是有一个东西我看懂了 我看懂了 就这活以后不用人工干了 一个PPT越来越先进 功能越来越强大 大家想不到的是 还有一种职业 未来至少当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会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了 什么呀 非诉讼业务律师 出庭你们的机器人去 出庭还得人去 对吧 但是非诉讼类的律师业务被取代了 比方说线上的律师业务所 自动程序可以替代人类解决 很多很多项目 你去申请商标了 你去处理遗产了 你甚至打离婚官司了 你们家吵架的 这婆婆妈妈这细碎的事 你随便跟他说 他可特别有耐心听 听完了以后 他告诉你这事该怎么办 一个统计模型 能够成功的预测 美国最高法院71%的判决结果 我告诉你都是机器人干 就人工智能干 而且出座率很少 还告诉各位 我的一个朋友呢 是负责中国的法律 中国的法院判决的 这个智能机器人处理的 据他所说 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情况差不多 就是说现在呢 用人工智能来对案子 特别复杂的案 案件特别厚的 那个案子的处理 我告诉你 人工智能 比人工 处理的又快又好 出错率还低 适用法律 而且他在里面偏袒啊 在里边搞什么猫腻啊 吃了原告 吃被告 没有这回事 这种预测法律后果的能力 是律师的最有价值的能力 但这事呢 机器人啊 人工智能啊 比律师干的好 还有一种 类似于 我现在我们干着活 叫搬砖头的日子 记者 编辑 90%以上的新闻 由机器人或软件系统去写 机器人记者 现在在美联社已经开始干活了 一课中写了1000篇稿子 一课中15分钟 写1000篇稿子 你说这不是催人下岗了 我估计中国这事也很快 还有一类职业叫大夫 你读十年拿了医学博士 有可能你被机器人替代了 已经有很多年了 完全替代医生的人工智能 有可能在未来几年 就直接上岗了 不是出现 早就出现了 母亲领域 人类已经成为机器人的助手 也就是说 倒过来了 倒过来了 机器人本来是辅助的 现在呢 倒过来 机器人为主 人类 医学博士在旁边提供服务 还有一种职业 叫心理资讯师 心理资讯师 你觉得这活必须得人干吧 不一定啊 未来 人工智能心理资讯师 要比人聪明得多 人工智能判断更为准确 而且呢 他不会产生心理资讯师 依赖综合症 不知道这个概念吧 简单说 就是一个 你不是你离婚了吗 很痛苦啊 老妈你遇到了一个渣男 你就找一个心理资讯师去咨询 这心理资讯师呢 倾听眼睛看着你 后来你发现 你爱上这心理资讯师了 麻烦了 陷入更复杂的一个情感 我告诉你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取代了心理资讯师之后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收费还便宜呢 人工智能简而言之 可以呢 危及数千万个工作机会 未来三十年 几乎完全取代人类 人类可能会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各位 咱们在现在工作非常容易丢掉 对吧 那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中呢 过去有个词叫做 我不愿意做那种有失体面的工作 什么叫有失体面的工作呀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一件事 没有职业 那才有失体面 没有什么事比失业更让人丧失尊严的 那职业哪去了 职业要机器人抢去了 对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知己知彼 对不对 我们应该知己知彼 我们应该知道机器人 他怎么样侵占了我们 他能耐在什么地方 说起来简单说 机器人能耐就四个 一 操作 索引 创新 管理 流通 我告诉你 人类的职业技能 这就是这么四种 其中操作类的最容易被机器人取代 什么司机呀 工人 社会员 经济工 这机器人就想干就把它干了 比方说有人 我看一个图表 我现在看这个图表跟你说 这机器人 这个图表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图表 说农民干的那个活 被机器人取代的概率是98% 快餐店 加工员 86% 服装销售 80%的活 机器人干了 超市工作人员 76%被机器人干了 以后开大卡车 司机全是机器人 人工智能 里边没人 机器人也不做 82% 操作农用机械 96% 电子产品生产线的员工94% 低技术含量的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99%都是机器人 银行信贷员 98% 前台接待员 信息类工作人员导购 96% 以后再到各个单位 一进去前台 姑娘都挺漂亮的 没这事了 以后占一个机器人 或者根本就没有 就一个探头对着你 还有什么 那说到这儿 那人类怎么办呢 面对这种情况 人类怎么办呢 告诉各位 有些事儿啊 很难标准化 那就意外得到幸存 比方说 他们举个例子 我都不太懂 玻璃和太阳能面板的安装人员 说这个活儿 这个活儿就得人干 比如说修剪一样 园林的这个植物 修剪植物的园林工人 还有机器的维修保养 就你们家什么东西坏了 你叫机器人来 那不如叫一个真人来 还有废品收购工作 这些活儿就得人来干 那现在容易取代的 我们说了不容易取代 不容易取代 长话段说 考古人员 发现一个词片 再往下呢 那的考古人员来 学前教育的老师 幼儿教师 心理学家 宠物医生 教练 摄影师 化妆师 比如像我长成这德行 要化妆成刘德华 机器人干不了 还有保姆 还有多功能的动画师 这我不懂了 不容易被替代的职业的特点 共同特点是 需要人和人之间 做非常细腻的沟通 而且差异很大 不容易标准化 需要人类的感情 来判断和投入 需要复杂的价值判断 像这种事 还有一种人 那机器人没法替代 艺术家 发明家 思想家 设计师 产品经理 作家 编剧 导演 还有段子手 还有体育明星 说到这儿呢 我们必须得做一个最简单的结论 叫做对人类的大脑来说 思维是人 是大自然智慧的花朵 这话谁说的 好像恩格斯说的 创意能力是人类 智力皇冠上的明珠 从人类的感情来说 那人类最不能接受 就是这种能力受到威胁 那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未来的社会可能什么样呀 做个大胆的预计 未来社会很可能是这样 未来的社会呢 就两种人 一种是探机人 一种是规机人 探机人 就我们这种人都是探机人 探机 还有一种规机 规机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浪潮的本质 就是人类在克隆自己 克隆自己 那是克隆的人 干的活更好了 不是我生物学异常克隆 而是呢 模仿人类的样子 用机器人和AI技术 人工智能 干人类能够干到的活 比人类干得更好 所以当专家说 某个技术 不可能短时间实现的时候 那很可能啊 很可能他的说法 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要反过来理解 前几年还说 什么什么是表啊 什么什么各种穿戴啊 那是很遥远 现在各种穿戴设备 已经烂一大街了 对不对 当专家说 未来的这个职业 可能要被机器人取代的时候 我是保持这么一个信念 我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五 那怎么办 打造自己 做一般的机器人 做不了的事情 适应未来的 技术革命的要求 这个话题比较复杂 就先说到这儿 说的不对的 请您批评 感谢收看 下期见